希望这个相片欣赏点进来的话 因为我们有总共有几张图,总共有四张图 这个1234这四张图 那所以进来的话,尽量还是先列个清单好了,因为我本来想说干脆放第一张 不对啊,第一张那 再来最好是列个表好了,如果可以,所以进来的话 假如我的逻辑是这样,我希望他点击相片欣赏的时候 这边呢,可以先列一个清单,我们可以用List View 然后呢,可以让我知道说总共有几张图,那我可以直接连结他好了,直接连过去 那连过去之后的话,当然你可以也是一样,干脆回上一页,然后可以下一页下一页 也许这样的架构,假设我们做一字好了,不然的话 有一些地方做 这样子,有一些地方做那样子,感觉不一致性,也许类似把这边稍微再 复习一下好了 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说你要类似像相片种类,他一样有四个 那只是说我把它想要把这个东西 改成放在哪里呢? 放在相片欣赏里面 也是一样有类似的东西的话 那其实我教各位,如果说有类似的东西 其实用复制贴上有时候反而是最快的 那只是说你可能要知道说 复制贴上之后呢,要怎么去做修改 所以呢,也许呢,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像 这个这个什么 他那个应该是叫做相机的种类 所以在相机种类里面的话 我们之前有 针对什么呢? 特别重要,在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呢? content 有没有,我们里面做了什么呢? 做一个UL 到UL 在这个范围有个list view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拿 这一段程式 把它贴到那什么地方呢? 贴到那个 我们的 这个什么呢? 相片欣赏那个地方 就可以直接把它修改一下 这是我习惯的方法 不过 这前提可能你 还是 能够看懂这个 标签 这个标签如果你看得懂的话 基本上很多地方就变简单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不OK的话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干脆直接 从 相机的种类这边 相片欣赏这边 相片欣赏的内容 内容的话指的就是它里面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 我们的相片欣赏的内容这边 那也就从这边呢 把它怎么样 改变一下 那改的方法 内容这几个字 然后呢 我有四张这个相片,所以我把这个相片名称干脆复制一下 比如说第1张 第2 其实就01,02,03,所以我贴第1个 假如我第1个贴上 然后内容把它删掉 这边把它删掉 01 然后再来就是02 所以把它改成02 03 04 OK,四张图 那如果你要做this view 1,先把你要的项目加上去 2,把它改成项目符号 这个项目清单 他会有项目,一定要改成项目清单 那为什么要改项目清单呢?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东西呢 还是请各位看一下 那个 左边的部分 我建议啦,其实你真的要把那个什么呢 App这个部分设计 能够学到 一定的程度 恐怕你左边的东西 也还是不能省 UL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项目符号 他一定是UL到UL 然后呢 他里面的项目一定是Li到Li 中间就是放他的东西 那我们如果要做出像刚刚要的那个结果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做出项目 项目清单 那第2个的话呢 我的习惯是 再把这个做什么?做超连结 那超连结部分的话 也许我 第一个连结到仅 Page Page 那Page多少呢 3-1 不过目前3-1还没 还没有 不过我可以先加 我待会再把他那个Page3-1做出来 然后Enter过之后的话 底下这个就3-2 所以项目清单 然后再来就是加超连结 加了超连结之后的话呢 再来怎么样呢 把这个范围的东西怎么样 再把它变成 什么呢 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加了超连结 他基本上呢 就是会帮你多加一个什么AHREF 其实就是超连结 这个其实跟网页是一模一样的 有一个头 自然会有一个尾 斜线A 表示这个是结束 这个是开始 连结到哪里 再来的话呢 针对这个UL怎么样 我们去设定什么 设定他的那个所谓的 检视标签视窗这边 JQMOBA 把他的什么呢 他的那个 DataRaw 就是他的角色 改成什么呢 改成就叫做 这个DataRaw现在已经content 所以选然后选到上面去再重选一下 其实选到这边就好了 因为如果你选太上面了 他会变成以为你已经选到content 如果你这个地方把它改成ListView的话 那后面可能就会有大乱 整个就乱掉了 所以建议你先确定不要是content 那重选一下 选到这边就好 不要再选上去 把他的DataRaw呢 改成叫做ListView OK 这边的话ListView 好 你可以再到即时看一下 一样到相片欣赏 看一下有没有 这所有的话 他就会有这些效果了 1234 不过呢 因为他现在的效果 还差一点点 差什么呢 就是 我如果希望他能够有圆角的效果 像那个相片欣赏这边的圆角 那一样嘛 最后你可以怎么样 把他这个外面 刚刚那个像 刚刚那个地方 刚刚跑掉了 往下 应该是在这边 可以再选一下 把这个的DataRaw 上面有一个叫DataInset 这边的话 属性把它改成True就可以了 就变圆角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再把他即时看一下 那相片欣赏 OK 切过了 就我们要的 顶多就是说 最后 你如果要把他换给颜色 因为现在呢 他的颜色 目前是 预设值好像是灰色 黑蓝银灰灰灰 就ABCDE 黑蓝银灰 好像是 灰色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颜色的话 假设我希望把他改成什么 改成一样是黄色 那我就怎么样 一样在这个地方切回到 刚刚的状态 找到那个我们刚刚那四张图的 这个连结部分 然后呢 确认一下他的Data Raw是不是也是一样 然后Inset 所以我刚刚主要是什么 改了这个 这两个 最后如果你要换个颜色还记得吧 Data Thin 改成什么 黄色是什么 黑 蓝 银灰 黄 就是最后一个 1 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即时 相片欣赏 这时候就有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点击这边 他会点不进去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Page 3-1 还没有产生 3-2也没产生 所以这些 待会我们要第2阶段 再把那个Page做出来 他就可以连过去了 并且也可以把那张图显示出来 OK 请各位呢 试一下这部分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1 我直接在什么呢 在那个相片欣赏的页面 相片欣赏页面 本来有个内容 两个字 我把它改成这个 那个我的图档名称 01-02-03 2 变项目符号 3 加超连结 超连结 4的话呢 针对这个范围 UL到UL 做那个 刚刚讲的 这其实后面就做 1 Data Raw 2 Data In Set 3 Data Syn OK 应该没问题吧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以后反正 无论你要做List View的动作 基本上都可以 把它变标准化流程 所以以后的话反正就固定的流程 你这样做出来 其实也已经很漂亮了 只是说 后面如果你要把颜色再变得更鲜眼的话 那就是利用我们之前讲的那个Syn Roller可以自己再到那个 就是 那个什么Adobe的网站 那个那个那个 Build的网 他那个什么 那个 Syn Roller的那个Fone Gap网站 去 设定颜色 下载下来 这个前面有讲过啦 不过 其实 他Syn Roller还有分版本 现在我们是用1.01最旧的版本 如果你要 更漂亮的颜色的话 可能要把它改版成1.45 另外上面的Icon只有17个 选来选去都不够多 那你可以 如果要延伸多一点 你可以用那个1.45的版本之外 还可以再把里面的Icon 改一下 所以后面我们还在讲 如何把那个Icon 可以改成 你自己喜欢的Icon 不过这个相对难度又会稍微更高一些些 待会再来看 所以 请各位先把那个 相片欣赏 增加 1234 4张 点进去 3-1 3-2 3-3 3-4 待会的话 也许如果动作快一点同学 自行在底下 建立那个3-1 到3-4的页面 并且可以连过去 试一下